1 2 3 3 3 4 好 观众朋友 这是WF60公斤及国家级尖要带争夺巴金斯的第二场比赛 刚刚结束的第一场比赛 赵冲阳用了40秒的时间 终结了李元坤的前进的道路 给李元坤留下遗憾 也给我们两位留下了遗憾 因为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分析 对 想用很多的东西说一下 但是时间太短了 比赛骚动即逝了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相信会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发挥一下 第二场的巴金斯的红方选手是冲天炮杨华 蓝方选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王俊玉 小雷公王俊玉 杨华是武林凤的首战 刚刚在出场的时候 我们看着也是带着武器来的 不是擅长 王俊玉是6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 8位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 经验也比较丰富一些 所以在年龄上面 杨华还是有绝对优势的 然后今年才20到20岁 虽然说在武林凤是首战 但是在别的赛事平台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了 对 刚刚主持人也有做过介绍 王俊玉 其实王俊玉19年的时候 他的状态特别好 在19年 就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那场比赛是 他打这个朝九玉柜的 这个尖腰带的挑战资格赛 达到这个加十赛 对 就表现非常的好 但是今年呢 这是今年他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 就是状态没有特别好 但是王俊玉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特别硬的 就是我无论我碰到谁 然后我就是 我的这个冲劲比较足 但有时候也会让大家觉得 对 他的这种打法 其实对 其实他的打法就像他的性格一样 一如既往 就会放弃 单独的直接的后织权有塞状态 好的 两个换拳 前摆拳有命中 用前摆拳 好 对 这是一个国家级八人赛的 八进四的比赛 所以今天晚上是第一场 今天晚上如果想要拿到 这条国家级金腰带的话 要连赢三场比赛 对 所以对于运动员的 体能储备 意志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是 当然 每位运动员在对待比赛的时候是不能 不能丝毫有放松的 当然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 不要过多的去考虑第二场或第三场 还是一关一关过吧 是 你单败淘汰 当然 所以更残酷性 所以对于每个运动员都是一种挑战 好 第一回合还有十秒 直接的前后之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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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位结束了第一回合的比赛 因为杨华是第一次参加武林的比赛 对 所以我们看 互动互动有点紧 对 而且两个人在交手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是 还是要用一点点时间来相互了解 因为阿玉今天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 包括他的状态还是需要来调整一下 对 好 直接的后之前有命中 打来相反 好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的比赛 六十公斤一级国家级金药袋 争夺八进四的第二场比赛 红方选手冲天炮杨华 蓝方选手小雷公王俊玉 我们采取的是单败淘汰 而且一晚上要连战三场 最终决出这条金药袋的得主 是 非常残酷啊 嗯 放红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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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感觉还是有一些些僵 打完了 然后这个重心有点不太稳 哦 高扫 好 阿玉现在是稍微打得更开心 哦 这个时候要中断一下 到时间暂停 只有最多五分钟的休息调整的时间 是 好 比赛继续进行 对 好 比赛继续进行 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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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杨华迅速地站了 要独秒了 要独秒了 也许不要着急 好的 不错 阿玉这个时候 站到先机了 是 按照规则的话 一回合出现两次独秒 判对方一回复 看能不能找出机会阿玉 直接的千货之拳 这天阿玉的这个拳法发挥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我们在家里 真的有这个真的会 哦 又是一个千百拳 有没有多秒 打晃悠了 这个时候两个人可是可以拼拳 阿玉可以拼拳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这个时候 好的 千百拳 阿玉要持续他的拳法的进攻 不要着急 阿玉这个时候你如果太着急的话 可能体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的 千百拳 放松点 北山有 对 中拳 漂亮 和花有 中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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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样的互换 好 这个时候杨华 恢复的差不多了 走 可以主动出拳了 又百拳又命中 又百拳又命中 三拳 三拳下巴 放松点 好的 好的 前面又命中 我们都知道阿玉其实单个动作的这个速度和力量都是有 但是他的连续性稍微差一些 但今天感觉还可以 连续性出来了 韦西 没有距离 然后换拳 做内线 他就不要着急阿玉 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在这回合吃不掉对手的话还是要稍微的保留一下 保留一下自己的体能 保留一下体能 因为还有一回合 在接下来可能还有一场比赛 两场比赛 对 要去面对 好 两回合最后一点点时间 走 想去要拿一个KO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就是金腰带争斗八进四的比赛 八进四的比赛 嗯 这时候这个游戏出击少的时候很容易刮到档 一球一球一球 单线 还没后出鞭 好 阿玉的肩膀前有命中 好的 后出拳 放松一辈 我手拿下来 腿 带起来 腿干嘛干嘛 我腿 腿破呢 腿破呢 好了 少一个 好的 又换腰了 这个时候 可以起伏 但是呢 我觉得对方有一个顶膝 是非常危险的 还是要注意 要注意一下 对方这个时候 杨华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的忽略了 这个时候 有距离就要出动作 才有这种赢的 翻盘的这种机会 关号稳达稳达的话 这个分数 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所以只有要 给对方更多的重击 才有机会翻盘 好 直接的前后自旋 双肥试试 来 走 往底下开始 看 看底下 扣住 扣住 来 扣住 有动心 蓝方这个小雷公王军玉 我们比较担心 那是他的挺的问题 因为他的这种打法 消耗特别大 对 这个顶膝 诶 这会让我们看 对 这个时候 这个点点时段 杨华找到了一点感觉 对 越来越放松了 对 越来越放松了 对 越来越放松了 对 放松了 扣起来 先扣 就特别明显的 明显的能够感觉到 首次登上擂台的话 他的性是需要一个国场的 当然 确实 而且是武林分 这样的一个擂台 而且今天参加的 高手真的很多 对 今天参加的 这个六十公斤级 国家级金凹袋的 而且上来就参加了 这样的一个八人赛的 残酷的魔鬼的八人赛 真的是一个极其严酷的考验 是 哎呦 阿姨被打中了 这个时候 阿姨不能放松 好像体能有点下降了 是 速度和力量 有了 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钟 再坚持一下 哦 好的 两人忽悠命中 这个时候 阿姨 阿姨觉得到最后了 我慌你一下 逗你一下 是 我觉得首先他来说 思想还是比较放松的 觉得自己分数应该没有问题了 是 对 但是因为要一晚三战 对 如果说 王俊宇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话 那接下来我觉得 他的体能还是要迅速地去回复一下 还要迅速回复一下 对 我们期待这两位看谁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六比三十 二号裁判 二十六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六比三十 比赛结果 来 放上 对啊